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猪肚鸡汤的家常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猪肚一个 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小把 加入白醋20克 然后用力将猪肚抓洗两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减少猪肚表面的粘液和脏东西 再用刀将肚头上面的脏东西刮干净 将猪肚从内向外翻过来 然后将猪肚里面的肥油去除 必须将肥油去除干净 否则猪肚鸡汤会很油腻 下一步开始准备清洗 盆中加入清水将猪肚先清洗一遍 然后捞出沥干水分 沥干水分之后加入干淀粉一把 用力揉搓一分钟之后再加入清水清洗干净 这一步的目的是彻底去除猪肚的杂质和粘液 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鸡肉 准备老母鸡一只 母鸡主要是看鸡脚的第五个脚趾头有没有长出来 这个脚趾越长则说明鸡越老 首先将鸡脚趾去除 然后将鸡屁股去掉 从鸡的背部下刀将母鸡剁成两边 去除肋脏之后再剁成稍微大一些的鸡块 将剁好的鸡块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干净备用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多清洗几遍 这样做出来的猪肚鸡汤才没有血腥味 下一步开始准备猪肚鸡汤的辅料 准备老姜25克切成姜片放入盆中备用 碗中加入枸杞15克 加入几颗红枣 再加入清水将枸杞和红枣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放入鸡肉的盆中 准备少许的白胡椒颗粒 用菜刀压碎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将鸡肉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备用 最后将腌制好的鸡肉依次放入猪肚里面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准备稍微大一些的陶罐汤锅一个 在锅中加入7分满的清水 然后将处理好的猪肚和鸡肉冷水下锅 加入几根大葱段 掀开大火烧开 然后盖上锅盖转小火煮90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猪肚和鸡肉的鲜味煮出来 煮至40分钟的时候将大葱段捞出 葱段不能久煮否则容易导致鸡汤发酸 葱段捞出之后再转中小火煮50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猪肚和鸡肉煮熟煮至汤色发白 汤色煮白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两勺 然后关火即可出品 一道非常营养的猪肚鸡汤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猪肚鸡汤的技术总结 第一,鸡最好选择母鸡 这样炖出来的汤更鲜 第二,枸杞和红枣的量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第三,在煮制的过程中需要经常翻动原料 这样的目的是防止粘锅煮熟 第四,猪肚鸡汤最后只需用盐调味即可 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品 第五,最后可将猪肚和鸡肉捞出用蘸碟蘸着食用 猪肚鸡汤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头条号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第五,最后有监红枣的几菜 所以展开来一提 很明硬